特别喜欢《九连真人》和《潘尼西林》 如果跟《九连》的话 就会是一个比较炸的舞台 我相信 但是 《潘尼西林》的整个风格 和大提琴会更大一点 他们的曲风我也很喜欢 我就自己就 私心就选了《潘尼西林》这样子 不知道有没有鼓棒了 没有鼓棒了 没办法 有一根鼓棒 其他人没来是吧 对 你们俩当天尴尬吧 不尴尬 怎么尴尬的 尴尬 对 音乐人之间是不尴尬的 对 那就咱们走 我可以给你们弹琴 也可以 也可以 就给你们弹一弹 好 好 Sight Sight You can 娜娜 确实是一个真正喜欢音乐的人 因为她对于各种乐器的感觉 这种是非常到位的 比如说去弹钢琴 弹琴 我也可以合音 小杨 还叫个大姑姑 干死 自己都能学会 我也可以合音 合唱 太好了 杨 Sight 大姑姑 有什么 当时我担心挺多 然后又听说 那个小乐哥是一个比较 直接的一个人 我就特别怕他直直面批评我 我没发那个视频你看 咱们来干嘛来了 我是在跟代行人说话吗 我觉得是这样 你有什么想法吗 人家弹钢现在那么厉害 刚开始我有点害怕 因为我可能在外面听了很多 节目组的风言风语 觉得说谭丁协林比较有个性 但我完全觉得他们是错的 是这样 从何来可亲 大家都很亲切 我觉得我应该跟你学一学 没有 乐理太差了 这歌是我十八九岁的时候写的 就是好长时间 其实我太疲劳的人 很多人很喜欢 但是有时候会觉得有点无聊 有了大提琴 所以它这个老的东西 又有了新的活力 我觉得 我不希望就是这个合作是为了有大提琴而去强加一个东西 但是我听完这首歌之后 我觉得说是合理的 就大提琴存在这首歌里面是舒服的 太棒了 女孩一定会比男孩更温柔 然后大提琴这东西也是一个觉得很优雅很温柔的一个东西 那两个加入把这个这部分体现得好 就是他让这个歌变得更 对对对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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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我想说有一个原因是 娜娜太好了 她没有去抢你的戏 她用琴一直在帮到你们乐队 你们能够跟娜娜合作 特别特别好 谢谢老张 亚洲抢我话 对对对对 你来你来 刚才我一边看他们演出 一边说女孩会乐器 就无敌了 太迷人了 今天看到他们的表演的时候 就是很自然 特别的融合 而且特别的顺畅 主要小乐唱得太好了 今天你唱得太好了 而且最后 既然你们两个有一个和声 而且娜娜唱得也非常好 非常恰当的一个第一档 太好了